另一方面 位在台中潭子的加工出口区 今天有附近的居民出面陈勤 指控有工厂排放有毒废水 导致周围的土壤跟地下水都遭到了三氯乙烯的污染 居民现在连水都不敢喝 高喊抗议 潭子加工出口区周边的居民 要求厂区不要再排放有毒的三氯乙烯废水 因为环保局今年初测到附近的26口水井 水中三氯乙烯的含量超标 民众不敢再饮用 喝了40年的水 现在不能再喝了 民众很担心 不知道之前喝下了多少毒下毒 不敢 不敢 就是要一笔钱来勾这个锄来水 不敢喝嘛 连灌溃烧就不敢 面对地方人士的质疑潭子加工出口区表示 厂区内并未查出污染源 怀疑是厂区外的工厂排放 真的是没有查到说他们有什么偷牌的情况 完全没有 第二个我们查的数据资料 就是区外的野油厂商在使用 不过这种说法马上被台中市环保局的数据抽破 潭子加工区有测到两口监测井是超过地下水的一个管制标准 是超过一到两倍 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区内有多家光学及镜片厂商 由于台中市环保局测得三氯乙气污染的范围广达六平方公里 从潭子到北屯就设影响数十万人 市人管理处一再保证每个厂家都设有污水处理设备 不过还是无法举信地方民众 他们要求加工出口区除了揪出污染源 还要设置厂区的污水处理池 不让毒害继续下去 接着黄秋莱士杰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